我要留在香港 不只是因為有法治 不過還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鬥爭要追求民族主義 不只是對於香港是重要 也是非常對中國大陸的 無數的勞工人對政府抗議 中國政府媒體也沒有談到這個 海外的媒體也很少提到 這些國內的反抗運動 不過我們在香港 跟中國國內的是同一個鬥爭 我覺得為了解決我們現在 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 真的唯一的方法是 跟國內的統治一起鬥爭 而且我知道你要說 中國大陸習近平那麼強烈 哪裡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你看中國政府特別是習近平 對於這三個月來的情況 他們的態度一直到前天是 絕對不要讓步 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在香港發現的事情很容易 事實上必然要影響到中國國內的 而他們看起來強烈的立場 也可能不是那麼強的 其實沒有那麼強硬